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6日,德国德中汇报网站,西班牙环球伊比利亚传媒客户端,意大利REDIOWE网站Facebook,Twitter葡萄牙里斯本彩虹电台网站,Facebook巴西圣保罗世界中播台网站,Facebook巴西里约头条中播台网站,Facebook巴西罗曼蒂克电台网站,巴西商业观察报网站,巴西当地主流媒体EAR报业网站,印度每日晨报,网站, 土耳其经济观察网,华人PT门户网,华人头条APP,普新报App,Facebook,Twitter欧联华文网,西非在线网站,非洲时报网站,西中网,日本华昌网等多家境外媒体纷纷转发 26日,香港大公报文汇报刊发了这篇文章,主要报道内容如下,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,24日表示,将提供一笔最高达120亿美元的农业补贴,帮助美国农户度过美国与中国,欧盟和其他国家不断加剧的贸易战, 在此之前,美国向多个贸易伙伴,挑起贸易战的理由之一,就是他们的输美产品,都有所谓政府补贴,如今,白宫也开始发放补贴了,这岂不是自己在,打自己的脸? 特朗普此举,用事实再次证明经济学家们,一直以来对白宫的警告,那就是贸易战只有双输,没有赢家,贸易的本质是双赢,无论双方是合作还是竞争关系,但是,这届美国政府似乎很偏执,坚信贸易就是零和博弈,明明是自己花钱买面包填饱了肚子,还得指责卖面包的人是赢家,自己是输家,这个逻辑太扭曲, 白宫拿纳税人的巨额资金做农业补贴,是他向全球贸易伙伴的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,最终招致多方报复的必然结果,其中,美国农业经济带就是各国报复措施的重点把子之一,那些美国农民恰恰是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牺牲品,他们正在吞下白宫毫无理性和蛮横的关税政策的后果,作为世界上最大农产品出口国, 2017年美国农产品出口额创下历史新高,贸易顺差达到213亿美元,可自贸易战以来,包括欧盟、加拿大、墨西哥、中国在内的贸易伙伴,被捧对源自美国的农产品加征报复性关税, 美国农业部预计,这些反制措施,将给美国农产品,造成大约110亿美元损失,美国一直指责他国补贴政策,说这种做法违背了世贸组织的规定, 如今,白宫却拿起纳税人的钱干,起了自己眼里,一直违法的事,某种意义上,这也是在为今年11月份的中期选举套选票,这种道貌安然的双重标准, 大有直许我放火,你不可以点灯的罢,道,然而,白宫这张支票,真能解决他的问题吗? 正如密苏里州农业局局长布雷克·霍斯特所说,除非白宫的政策改变,否则美国农业所承受的压力将会持续下去,短期或者临时性的补救措施解决不了实质问题, 美国农场主支持自由贸易组织,Farm for Freighted执行主任布莱恩·区尔认为,美国农场主需要合同,而非补贴,有了合同,他们就能安心制定未来计划, 此前,特朗普认为,贸易战会有利于美方,贸易战好打又一赢,今天的结果显示,事情没他想象的那么简单, 这是因为,美国政府对农业领域的补贴,势必会带出一连串的相关问题, 阿拉斯加州参议员丽莎默考斯基就在质问,制造业领域怎么办,能源领域,油气产业呢? 补贴与否的标准是什么?纽约时报在社论中指出,那些因为贸易战,而需要花高价购买钢铝的制造业者是否需要补贴, 因为哈雷摩托车转移生产线而失业的工人是否需要补贴,受到贸易战影响的波旁酒的生产商要不要补贴? 如果美国继续补贴其他受到贸易战影响的产业,那么,特朗普政府将面临诸多挑战,一方面是钱袋子的问题,另一方面是补贴的合法性问题, 对于美国最新的120亿美元补贴的合法性,估计会有不少国家将其提交世贸组织进行裁决, 其实,如何解决?白宫方面清楚得很,共和党身议员本萨斯说,贸易战犹如把农民的腿砍伤, 然后白宫的计划是送给他们一副价值120亿美元的纯金拐账,政府的关税和救济不会让美国再次变得伟大, 而是1929年美国大萧条时代再次到来,参议员兰德保罗发推文说, 关税就相当于向美国消费者和生产者加税,如果关税惩罚了农民,那么答案不是福利,而是取消关税, 分析人士指出,美国通过向农民发放补贴,来延续关税大战,一方面反映出其在国际贸易中的双重标准, 两面派做法,彰显了美国的虚伪和霸道,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美国这种堂吉和德式的做法, 不仅给别国制造大量不确定,危害全球多边贸易体系,也给自己的国家带来严重混乱, 多家境外媒体转发国际瑞评文章,德国德中汇报网站,2018年7月25日, 转发西班牙环球伊比利亚传媒客户端,2018年7月25日, 转发意大利亚VDIOWB网站Facebook, Twitter2018年7月25日,转发葡萄牙里斯本彩虹电台网站, Facebook2018年7月25日,转发巴西商业观察报网站,2018年7月25日, 转发印度美日晨报网站,2018年7月25日,转发土耳其经济观察网,2018年7月25日, 转发普新报AppFacebook,Twitter2018年7月26日, 转发香港大公报2018年7月26日,刊发香港文汇报2018年7月26日,刊发。 转发香港大公报2018年7月26日,